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1日星期日早上的第二節 我們去跟進打疫苗的最新情況 在國際方面 巴基斯坦總理 在打完國藥疫苗後兩天宣告確診 至於在本地方 陳肇始宣稱 要研究海外出行 需要有較高的接種率 似乎他想利用 開通旅遊 來吸引市民打疫苗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巴基斯坦總理的情況 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漢 昨天確診了 感染無費 目前在家自我隔離 他在兩天前 接種了國藥所生產的 滅活疫苗 至於 他的幕僚透露 伊姆蘭漢有 輕微的咳嗽和發燒 認為他很可能 在打國藥疫苗之前 已經受到感染了 第一件事 這位伊姆蘭漢 對於中國所生產的滅活疫苗 真是寄予了很大的信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今年已經是68歲 68歲的長者去打國藥疫苗 本身這件事 都需要有相當大的勇氣才行 第二件事 他的幕僚也很懂得做 聲稱伊姆蘭漢 很有可能在打疫苗之前 已經感染了病毒 好 真是比足面子大陸 沒有說半句國藥疫苗的不是 有衰都是他自己衰 難怪中巴友宜 真是可以萬古長青 接著我們就看看智利的情況 智利的打疫苗 其實就是 在南美洲的國家當中領先 只不過 他們去到昨天 確診的人數竟然破了紀錄 在智利來說 有29%的人已經打了第一針的疫苗 15%的人還打了兩針 照計保護率 有差不多 智利打的是什麼疫苗呢 他們訂了很多款 不過 訂購量最多的就是科興疫苗 有6600萬劑 這樣真是好笑 打完科興之後為什麼 確診人數還會創新高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數據出現呢 特區政府用不需要出一篇聲明去質疑一下 哈哈哈 真是 批評本地醫護組織那麼大聲 現在智利有這樣的情況 很諷刺 應該怎麼做呢 是不是 好了 我們又轉看看本地的情況 陳肇始局長 昨天就被問及到 通關是不是接種疫苗的其中一個誘因 他就回答 他說這個誘因是要建基於整個社會 是不是有多些市民來接種疫苗 如果是有利政府 就著海外出行展開討論的話 需要有較高的接種率 至於跟大陸通關之後 是不是可以豁免檢疫的日數呢 他就說一直都有跟專家探討的 其實他說這番話是很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根本上海外出行 就不是說你自己走去談就可以談得回來的 基本上就要視乎到底 外國的政府 他們有沒有一個很迫切的需要來去開放邊境 大家看看冰島就已經是全球的首例了 他們就已經是確立了疫苗護照的政策了 凡親世衛組織認可的武肺疫苗 你如果打了 你拿得到證據給冰島政府看 那他就可以放生你入境了 你進去就不需要隔離了 馬上就可以展開旅遊的行程 這個我相信會是大趨勢來的 反而來講特區政府跟新加坡談的旅遊氣泡 就落後了 不需要再搞旅遊氣泡了 現在就要搞疫苗護照 總之你打了哪幾個別人是認可你的 那你就可以入境了 不需要隔離了 當然你就要打別人認可那一隻 所以關鍵就是在於你打哪一隻疫苗 而不是說你走去說要展開討論什麼 不用討論了 別人已經有一些國家 是旅遊業主宰了他的經濟 他想開很久了 是不是呢 當然你如果打科興別人不認 你打了也沒用了 是不是呢 難道你去旅遊又打過第二劑嗎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完一隻又打另一隻 畢竟這些疫苗不是寶品來的 不是說打得多也好 而是你要視乎到底有沒有效率 我所說的效率就不是說這些疫苗打完之後 到底那個防範武器的功能有多高 這件事是廢的 我從來不看這件事 我看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到底你打完那隻疫苗之後 那隻疫苗是有多少個國家承認的 你是可以進入到其他國家的境內 是不需要隔離的 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 市民能不能夠是可以去到外國旅遊 就不單只是看外國有沒有開放他的邊境給香港人 還有看一件事就是你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政策 有沒有是繼續持續的僵化下去 現在就說要入境隔離21日 基本上就嚇怕了所有想旅遊的人 除非那個人本身 十萬九千七未開頭 不用做的 不然他怎樣可以 去完旅遊之後回來隔離21日 就是叫他不用去 如果你這個政策長期都不改的時候 你的旅遊業一定是開通不了的 誰採取你才行 至於根據陳肇始昨天所說的數據 他就說已經有超過30萬的市民 打了疫苗的第一針 有21萬人打科興 9萬人打復必泰 另外 近日就有大約八成的人 有按照預約的時間來打科興疫苗 有九成多的人就要按照預約時間來打復必泰疫苗 即是說有兩成人是失敗的 沒有打科興的 那真是大劑 因為如果沒有什麼人打科興的時候 慢慢的那些人全部走去排復必泰那條隊 只會造成分配不均的問題 當然特區政府還有買另一種疫苗 是阿斯利康藥廠出的 牛津那一種 那一種就沒有運到 都是來老貨來的 希望多些藍絲去打科興 既然他們說那麼愛國那麼信任 大陸出產的疫苗的時候 另外 許樹昌教授 他又有偉論說 他說參考醫管局在2019年的數據 在65歲以上的人士當中 每天平均有14人死於心血管病 7人死於急性中風 他又強調 市民如果是有三高 自然死亡的機會一直都存在 接種疫苗就不是減低死亡風險 要發生的始終都會發生 許樹昌又說 必須靠第二針疫苗 才能夠刺激系統 穩定保護功效 否則就前功盡廢 他說這句話 第一就很良薄 什麼要發生始終會發生 說法等同於說生死有命 就沒有分別 但是既然生死有命的時候 還需要打疫苗 也要整定的 有些人感染了他也不會死 有些很輕微的症狀 有些甚至乎是無症狀 按照許樹昌教授這一番說法 抱持著一種樂天的心態 要發生就會發生 不發生的也不會發生 那需要打疫苗 明明你的角色就應該是勸導市民去打疫苗的 你怎麼會說出這句話 要發生就要發生 我真的不明白了 那七個人的家屬 八個人現在是七比一 那八個人的家屬聽到你這麼說 他會有什麼感覺呢 是不是呢 有時候你做教授 你也要顧及一下 民眾的感受是怎樣的 不是經常以你的所謂專家的角度去出發 更何況就是你所說的東西 是不是全部都是純粹以科學的角度來說呢 是不是 不少人都有質疑 還有 許樹昌教授昨天說到 說現時已經有數據支持 這個武肺的康復者在九十天之後 可以接種一劑的核酸疫苗 是能夠產生有效的抗體的 將會建議政府為那些康復者來打針 記者有兩度追問許樹昌 是不是意味著康復者是不能夠打科興疫苗呢 那麼許樹昌就只是重複委員會的建議 說要接種核酸疫苗 為什麼那個記者會這樣問呢 因為科興疫苗 他正正就不是核酸疫苗 而是滅活疫苗 那麼為什麼你許樹昌教授不能夠直接了當地把答案說出來呢 是不是不說得那些牌子的名字呢 喂 有多難回答是不是呢 你既然都說建議那些康復者要打核酸疫苗 那麼科興不是核酸疫苗 就是你不建議啦 你又不說那些牌子 那你就是怎樣了是不是呢 喂 你是否科興代言人呢 你其實是想怎樣 你表達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不敢說牌子 別人問你 你就照答 以科學求真的精神 又不能回答 喂上次的記者問你會不會打核酸疫苗 你就侄別人 說私人問題就不回答 叫別人不要政治化 實情最政治化的就是你本人嘛 這些問題有什麼政治化呢 到最後你一樣是不打核酸疫苗 你就跑去打核必泰是不是 真是說鬼嗎 我真的不明白別人問你這個問題有什麼政治化 喂 等同於別人的記者兩道追問你的時候 那你就照答 是不是呀 你說科興疫苗不是核酸疫苗 那你已經是回答了 你又不回答 永遠都不說 好像不可以說科興半句不是 或者不能夠提科興的名字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政治化呢 如果科興疫苗不是由大陸出產的 你會不會在這裡保價護航呢 真是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